关于朝鲜可能派兵原俄入乌一事 虽然俄朝双方予以否认 但从各方收集的信息来看 此事似乎已经是板上钉钉了 日前 美国务卿布林肯表示 目前有一万名朝鲜军人在俄罗斯境内 其中多达八千名士兵驻扎在与乌克兰接壤的库尔斯克 预计未来几天 朝鲜军队就会被部署到俄乌战场中 而这显然是美国不愿意看到的 一方面朝鲜的介入可能会使乌克兰面临更大的压力 尤其是在乌东战线上 另一方面 这意味着冲突局势将更加复杂 美国必须要投入更多的资金和精力来应对 为此 美国国务院副部长库尔特 坎贝尔和其他国务院官员 找上了我国驻华盛顿大使谢峰 并与其会面了数小时 希望中国出面遏制俄朝两国的行动 今年6月 俄罗斯总统普京访问平壤时 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签署了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 其中规定任何一个缔约方遭受侵略时 另一方需提供援助 朝鲜应该是依据这一条款派兵援额的 对于朝鲜来说 可能会向俄罗斯派兵的理由 除了俄朝战略伙伴条约的签订外 还有以下几个 首先 朝鲜希望通过与俄罗斯的合作 获取资金和尖端技术 尤其是在核武小型化 核潜艇和超音速武器等领域的先进军事技术 当前 朝鲜包括核武器在内的高精尖武器研发 在国际制裁和技术瓶颈的压力下 面临困难 与俄罗斯的合作 或能缓解这些技术挑战 其次 朝鲜还希望借此机会 缓解国内的能源和粮食危机 国际制裁及疫情 导致朝鲜在经济发展 以及能源供应等多方面面临困境 尽管俄罗斯当前也处于冲突之中 但作为全球主要的石油和粮食出口国 俄罗斯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支持朝鲜 最后 今年7月发生的磁江道洪灾 可能也是推动朝鲜派兵的重要因素 磁江道是朝鲜军需工业的核心地区 而洪水的发生 很可能重创了该地导弹和炮弹生产设施 导致武器供应中断 为弥补对俄罗斯武器援助的缺口 朝鲜可能会提出派遣士兵作为替代方案 而从中国的角度来看 朝鲜出兵援助俄罗斯 可能对半岛乃至整个亚洲产生深远的影响 一方面 朝鲜的介入可能导致持续近三年的俄乌战争 出现跨区域化迹象 如果战争实际扩展到亚洲 将直接威胁东北亚的安全局势 增加地区的不稳定性 另一方面 朝鲜士兵的部署位置至关重要 如果朝军驻守在俄境内的库尔斯克地区 俄朝的行动可能被定义为助俄保卫国土 但如果朝军进入乌克兰 成为直接参战方 俄乌战争将会升级并变得更加复杂 届时美国和北约可能会放开手脚 允许乌克兰使用更多先进武器 同时 美日韩同盟关系 因防范朝鲜的安全威胁而得到加强 朝鲜半岛微妙的力量平衡格局 也将被进一步打破 这意味着 半岛和俄罗斯将可能同时陷入冲突之中 这对我国的国防安全将构成极大挑战 无论是关于半岛问题还是乌克兰问题 中国的立场始终明确且一致 中国致力于维护半岛的和平稳定 并推动乌克兰冲突的政治解决 必求减少冲突对地区安全的影响 但要注意的是 冲突局势之所以发展到这个地步 根源就在于美国对俄朝的施压和围堵 如果美国等西方国家不改变自己的政治策略 继续对俄朝保持高压态势 不管各方再怎么努力 局势也很难有所好转